如果枯瓜的煮法有天花瓣 那今天这个菜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 我说它是枯瓜最好的吃法 你们可能不行 但你们自己去告一下 然后再回来评论 一刀鲜当话剧枯瓜 喜欢的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长安点赞三秒 才是正确的点赞方式 枯瓜 最好是选这种别枯瓜 表面长满了疙瘩的那种 吃起来口感更好 味道也更鲜 给枯瓜去头去尾 然后对半剖开 再用一个小勺 挖去中间的别色夸权部分 这是枯瓜枯味的主要来源 所以尽量给它挂干净一点 最好是挂到那种露出七色锅的位置 现在给枯瓜盖刀 先把它分成长端均匀的小端 再盖刀切成粗续均匀的小条 切好后就盖装起来 准备几颗大蒜 用刀撇布后再摔 还是那句话 家里的刀撇布的大蒜里 可以来找我吗 视频通关道具 没有饮 没有饱 收处置手材都可以 准备几颗小洋葱 改销后备用 用葱子头头也可以 这道菜最主要的就是靠这个 咸蛋黄来提味 把咸蛋黄用刀给它剁碎 剁成分泌 越洗越好 一般家庭都很少准备这个咸蛋黄 所以我更推荐大家 请买一盘这种咸蛋黄奖 放在家里面 一百五十字许 效果是一样的 已经更方便 更好操作 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效果 我们今天就用咸蛋黄来做 少放一点盐 放点鸡筋 少来点别糖 起锅 锅烧热了就下油 起宽油 今天我这个是用放点煮法来炒作 大家在家里面可以直接炒水 等油温五成左右的时候 就把苦瓜倒入油中 用油稍稍给它拉一下 大概三十到四十秒钟左右 就是刚刚断生的样子就可以了 捞出来 红油 不用洗锅了 锅中直接加水 放少许的盐巴 一起给它推匀 等锅中水开了 就把苦瓜给它倒入肥水中 把苦瓜再给它沸一点水 这样吃起来口感就更加清爽 差不多水开的样子 就可以捞出来 一根水分 重新起锅 烧热了就下油 把姜酸的盐巴倒入肥水中 稍稍给它保养好 好香 然后倒出来 锅中来点黄油 别的黄油的可以用花生油或者橄榄油 嘴油不能太多 黄油划开了 就把咸豆黄酱倒入锅中 用最小的锅 把咸豆黄炒香炒至不上 这部的火候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大火 甚至锅中油温过高了 你都可以细和炒作 等锅中香味出来了 就把苦瓜回锅 少许翻炒 把包好的葱蒜倒入锅中 这个时候就可以转成中大火 快速把它翻炒平均 炒至味 让苦瓜的外面 锅上一层薄薄的咸糖黄酱 那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把炒好的苦瓜 装入一个烧热的砂锅中 让它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让它脆强于底 最后烧上一袋刚才没有用的咸糖黄粉 稍稍给它点准一下 美味即食 一到咸鲜完美 风味独特的咸糖黄炒酱 就完成了 你 结婚了没有 小伙伴们 我刚才给大家简单尝试了一下 这个菜吃起来真的是 咸鲜味嫩 脆嫩爽滑 真的超级好吃 可以说 它真的是苦瓜的甜花瓣奇妙 做法 好了 小伙伴们 喜欢的点赞 尝尝点赞 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这样 拜拜